第三卷第二十二章 回到警局 警成找到了那本《理想國》 他打開來看 裡面用筆記寫滿了橫批和註解 顯然猶記這本書的人 對《理想國》有很深切的研讀 我們根據公文森的講述 果然在書上發現了不歸率排列的數字 以及針孔 同樣破譯出了個算數字 的確是一種密碼本 對於書本的文字 證實公文森所說的並不假 我找到了技術科的同事 將針孔排序輸入了電腦計算機編程 在顯示器上顯示出了倒計時器 36天11時57分32秒 蘇錦剛剛好完成了調查回來 他跟著問 這些是什麼 我坐在椅子上擦擦擦僵硬的頸 哎呀 我們必須在倒計時結束之前捉住色拉 為什麼是36天 為什麼是36天 還發生過浩劫嗎 希望最好是我想多了 京城沒有正面的回答 似乎他自己都不願意去證實自己的差異相 你不是去調查奴平的嗎 有什麼發現 蘇錦一邊說 一邊將調查報告遞給我們 我調查過所有跟他相關的醫院 具備做事管嬰兒能力的只有三家 分別是光華、明德和中遠這三家醫院 其中明德主要是從事生殖治療的醫院 京城問 那這三家醫院當中 誰有卵子冷藏庫 蘇錦領領頭 都沒有 都是患者在簽訂知情同意書之後 提取卵子和精子 再進行胚胎培育 成功之後再直接移植 京城放下報告 略顯有點失望 空手帶走的 不應該只有少少 還有很多我們暫時沒有發現的受害者 空手要從他們的卵巢裡 大量提取卵子 就必須有地方儲存 目前冷凍卵子的尖端技術 一般的醫院是沒有條件和實力去完成的 這三家醫院應該和案件沒有什麼關聯 那現在怎麼辦 我瞄了一眼屏幕上的倒計時 我們一定要提前找到空手 但是現在一點頭緒和線索都沒有 他如果不再犯罪的話 我們根本上沒有辦法捉到他 京城看著手裡的書 自言自語地說 空手怎麼會這麼在意這本《理想國》呢 我回答了 書裡藏有空手害怕洩露的秘密 京城走就眉頭 那秘密呢 除了一個倒計時和一句警示說話 還有三個得到書的人的身份證 如果這就是秘密的話 對於空手來說 沒有任何的約束力的 我擔心頭冷靜地說 書裡還有其他東西未被破譯 所以那隻妖精把一本書送給你 就是希望你破譯書裡的秘密 蘇錦問 妖精?妖精是誰? 我將京城去見公民心的事 告訴給蘇錦聽 他聽完之後 敲著京城前面的桌子 一本正經地說 你一百五十個字相比狗吃了 公民心是你能招惹的嗎? 還妖精? 男妹你想得出來 我告訴你 憑女應該直覺告訴我 這個公民心絕對不是一般妖精 你再緝迷不悟的話 遲早給他吃到連骨都沒有 京城虎笑著說 你說那個不是妖精 是女鬼吧? 蘇錦麗了他的眼 你正經一點行不行? 我認真的 好好好 我們現在說一些正經的事 京城一面無奈 認真地看緊我們 他的手指著屏幕 現在空手掌握著主動 他只要不行空 我們只能夠被動地等待 我們沒有時間上面的優勢 因此 我們必須主動出擊 我問了 那你打算怎麼做? 公民心救手的人 一共寄了三本理想國 屠軍白 公天一 和向羽通先後避害 空手除了滅口之外 主要的目的是想拿回理想國 只要還有一本還未收回 空手就會寢蝕難安 京城拿著一本書 聲音堅定地說 而最後一本 現在就在我們的手裡 這個就是令到我們掌握主動的鑰匙 FBI都找不到公民心 空手就算有通天的本事 也不可能知道公民心的存在 雖然他將本書送給你 但是空手怎麼會知道呢? 京城淡淡一笑 接著說 有件事你說的 不是全部都對? 什麼事? 公民心將本書送給我 並非只是為了叫我破譯上面的秘密 那他還有什麼目的? 我和蘇錦都亡言地對事 京城用隻手累了下他的長髮 苦笑著長嘆一聲跟著說 唉 得到理想國的人都要死 空手會殺死所有看過這本書的人 現在這本書在我手上 這樣我就是空手的下一個目標了 我大吃驚 你… 即是說 你選擇相信的妖精不僅是騙了你 還想拿你的命嗎? 京城淡淡的手輕描淡寫地回答 理論上的確是這樣 蘇錦用隻手摸摸京城的額頭 你… 你是不是被鬼迷了? 公民心將窗口推向你那裡 你為什麼一點都不介意? 你是不是發燒燒壞腦啊? 京城不以為然地注視著我 你們跟他不是一樣嗎? 從我認識你們開始 每一次都將我推到窗口之上 這一次只不過換了一個人 他出現在我們面前 其實是他選擇信任我們 信任什麼? 信任我們能夠找到空手 所以他才會把理想國送給我 他用這本書在引著空手出來 而且相信我們是唯一能夠捉住空手的人 我跟著說 公民心這個如意算盤打得這麼精明 但是他沒想過萬一空手得手的話 你不是死硬? 你們警察不是要證據嗎? 我如果被空手殺了 豈不是公民心給了你們最好的證據 他證明自己說的一切都是真的嗎? 我聽到這裡真是哭笑不得 我嘗嘗一聲跟著說 唉,蘇錦你說得沒錯 你看他,真是被鬼迷了 明知道自己有危險 居然在他面前做毫無防備 你遲早都要死在妖精手裡 妖精? 竟成若有所思的淡淡一笑 能夠遇到一個危險 而又美麗的妖精 這個機會並不多 更何況 仍是一個能騙我的妖精 蘇錦越說越生氣 你們認識了幾天 就可以令到你連一條命都不要嗎? 你到底吃了什麼藥 還是你的腦真的被人燒壞了? 竟成指著我對蘇錦說 我就見到他一面 跟著就不顧一切地 將一條命都不要給他了 現在只不過換成了公民心 你們反應要不要這麼大 蘇錦還想說些什麼? 不過被我勸著了 我一面嚴肅地問竟成了 你打算做什麼? 竟成目光堅毅地說了 這本書對兇手自關重要 是唯一能夠將它引出來的辦法 兇手不知道書現在在我們手裡 所以我們一定要告訴兇手 怎麼說給他聽? 塗軍白、龔天一和向羽通的案件 都是定性為意外身亡 警方召開新聞發佈會 公佈案件有了新的發現 三單案件屬於謀殺 而且要併案偵查 在發佈會上面 我會出示這本書當為證據 兇手看到之後 一定會想方設法拿回這本《理想國》 我笑著拍拍競成的肩膀 嘩,傻哈 你這個名字真的一點都沒有改錯 你是不是現在被公民心拿了降頭? 智商已經降到 跟那些又蠢又傻的傻哈一鬼羊了 你當你自己是誰? 你是一名A級通緝犯 你連名字和身份都沒有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你根本上都不存在的 你還可以站在新聞發佈會上面 公佈書在你手上 警成爬爬爬的頭 尷尬的少許了 是啊 我最近的智商好像有點不夠用 我都忘了 我自己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 這麼危險的事 如果我不出面 那就必須找一個臨危不懼 而且富有正義感、使命感 又見過大場面的人站出來公佈 你說誰最適合呢? 警成你! 蘇錦猛言之間 在一個椅子上站起來 指著警成大聲地罵了 其他人都可以為兄弟兩勒插刀 你就為了一個欺騙你的妖精插兄弟兩刀? 文斌怎麼可以為了你 連命都不要的? 你這樣害他都可以的? 害我? 我一呆 看見警成似笑非诚的樣子 這樣才明白過你 他根本上不是傻 而是想著陰我 哦,你這傢伙 你早就想好了 你知道你自己不可以出面 我就是你最適合的人選 警成一點都沒有掩飾這樣說 喏,這個是你自己說的 你說你是最適合的人 蘇錦擋在我面前 對著警成說 文斌,這件事你千萬不能答應 你只要站在法部會上面 就等於站在兇手的窗下面 你一拍爐逍遙快活兩年 他就天天在為你的清白追查案件 他對我都沒有那麼上心過了 你君Sir可以… 我隔著蘇錦的背影打斷他 跟著說 什麼時候好? 後日… 簡短的聲音從對面傳過來 蘇錦翻轉看著我眼 或者知道說什麼都無際於事 他仰天閉目長嘆一聲 跟著說 好…好… 他將你推向窗口那裡 你居然只是問時間 果然情比金堅 看來你這個英雄真是做夠了 想做烈士了吧 我想起從監禁室離開的時候 公民心對我說對不起 現在才明白到底是什麼意思 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已經堅信警成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這個是唯一的辦法嗎? 警成這樣額頭 在他臉上 我沒有見到不捨和寧眾 那在發佈會前 我應該準備些什麼? 我仍然堅信對面這個瘋子 從來不會丟下同伴的 警成沉默了一下 很隨意地回答 最好找一件質量好一點的鼻彈衣